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各位听众 事实上我们真的是在长久这段时间以来 都在探讨有关于两岸的旅游 或者是台湾的 很重要的疫情过后的相关的情况 此刻我们正好要跟黄老师联系 但是可能是因为黄老师其实人正在国外 好 稍微等待一下好不好 那么在等待的过程里面 志评有一点点的时间再来简单的叙述一下 相关的一个就是有关于两岸 或者说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很重要的 有关于两岸的航点的话题 其实才刚过完十天的年假 有很多的消费者 他是这个睽违了三年了 终于可以出国去观光了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是不是也是如此 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出国去观光 好 我们此刻跟老师的连线 是不是已经连线上了 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录音 老师 谢谢 谢谢 我特别要跟听众来报告一件事情 老师其实是到越南去这个彩线考察 哎呀 真是很不好意思 而且越南跟台湾是有时差 此刻越南时间还非常非常的早 所以我特别要跟老师说一声谢谢 那么当然了 是 老师 那我先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其实过年了 这个大家都这个出国去玩 特别是这个睽违 这个三年的时间 那么疫情稍或和缓之后 台湾观光产业的复苏的速度 是不是令人满意呢 而且呢 以往很热门的这个两岸航点的话题 也进入了评估讨论的阶段 那此刻呢 当然我们要请黄老师 就是静怡大学观光事业学系的 副教授黄正冲 黄老师来为我们分析 首先我先请教老师说 疫情和缓之后 目前只有北京 上海 厦门跟成都 这四个航点的两岸航线 那么目前陆委会正在评估 要怎么样去恢复 以往更多的航点 还有就是选择哪些航点 来优先恢复呢 对岸的建议是说 要选择广州等16个航点 那陆委会对媒体表示 不会只有16个 所以我想请教老师 目前考量的因素会有哪些呢 当然我们如果考虑这个航点 要恢复的话 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有需求 那这个需求当然是指 这个运量上的需求 那当然除了这个 有运量需求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说 是不是有这个 资讯 疫情的资讯 是不是透明的 这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 了解 那其实多开放对两岸关系 应该是有好处吧 是有好处的影响 对不对 正面的影响 对 那个王国财部长也是讲 他是很欢迎陆克的 那同样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身在 观光产业里面的人 也都是对于这个开放 就是两岸的交流 包括陆克 都是持着正向看法的 那可是 当然这是观光客的部分 台商啊 其实有很大的一些 反台的这个运量的需求 台商的目前的这个 这个运量的情况是如何 其实那个 应该是疫情三年之后 其实很多台商最后都是 都没有去这个大陆的 对 所以其实如果以这个 去年 就是2022将一整年的话 我们大概去的 大概就是16.5万人而已 这个已经比起过去 两岸之间的这个运量 已经是大幅度的衰减了 了解 好 在过去 两岸航线的交通的 吞吐量来看的话 我要请教老师 哪些个点 它的需求会比较大 或者是比较适合先开放 因为目前是开四个 那如果说 我们现在即将讨论一下开放 因为目前 我们这个台湾这一端 目前是 没有开放这个陆克 来台湾观光的 所以以现这一段的这个需求来讲 主要就是台湾 以及这路配他们的这个交通 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相关的台湾的 在大陆分布的资料的话 其实它主要是就分布在这个沿海地带 就是从江苏 上海浙江福建 广东 这些地方大概占了八成的台湾 那如果说现阶段要来开放的话 优先考虑这个服务 服务这个台湾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些点的话 应该是这个优先开放的地区 那其他其他比较内陆的地方 再依照它的需要性 再去做选择开放 是 目前只有四个点 可是如果真的考虑到 老师刚刚所说的因素 最高好像几十个点了 对不对 对 这是在当时这个陆克达到高峰 几乎大陆的每一个组的省 大概都会有开航点 所以当时最高是到五十一个航点 每周是有到两百多个班次 原来如此好 这个当然这个如果是台湾朋友们 对于这样的往返的情况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了解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静怡大学观光事业学系的 副教授黄正聪 我们请黄老师在节目中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 我们先从这个点来切入 就是有关于两岸的这个航点的恢复 那目前呢 它的进度如何 还有考量的因素会如何 当然老师 我继续想请教你 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 台湾出国或是入境的观光客的人数 正在慢慢的复苏当中 那几个月下来 复苏的情况跟速度是如何 令人满意吗 如果是速度是过于缓慢的话 那原因又是什么呢 OK好 那我们是在十月份的时候 开始是边境闽隔离 一般所称的就是我们边境是解封的 那从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 现在已经进入到二月了 等于这样的话相当是有四个月的期间 那么我们在这个春节前 大概恢复到差不多30%左右 恢复恢复率 恢复率 那这个差不多是从可能 约列就是10% 然后变成15% 然后25%到30%这样子 它每个月可能恢复到5到10%左右 那本来是在差不多是接近30% 然后在春节期间 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国人 就很喜欢在春节这个长假期出国 所以我们曾经一度拉到将近这个50% 这样的情形 对 那当然春节期间就过了嘛 所以预估到的进入二月份之后 可能我们应该会稳定在40%左右 这大概是整体的这个恢复的情形 是 那地区呢 哪些地区其实入境的情况是比较多 和出入境的情况如何 对 就是12月的这个光局的这个资料刚公布 那么在这些地方里面 我们出境第一名就是去日本 比如说如果以12月来看的话 12月整个出境是有39万人 那其中去日本就有达到17万人 所以这个去日本人是算第一名的 那来台湾的话 就是 其实各个地方普遍就是在成长 那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 就是来客数我们相当满意的 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可能是12月 大概就有这个4万多人来到台湾 这个一个小小地方来这么多人 其实他人数可能甚至比一个日本还来得多 原来如此 那当然这个 这个刚刚老师也告诉我们 这个陆客是没有办法到台湾来的 所以我特别来请教你 就是那这个中港澳还没有开放了 那这个小三通也只有金马 那这个情况接下来 后续的这个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呢这个有很多旅行的旅行社的这个员工 他们的这个真的撑过这三年苦哈哈 要倒的我看都已经倒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旅馆当然旅馆业也很惨 所以那未来从这几个面来切入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现象 对 智平刚刚提起就问到说 我们这恢复状况整天 恢复是不是理想 其实刚刚智平提到这几个问题都是说 我们目前整个恢复状况 就是还在努力中的几个因素 就是说为什么 我们10月份已经开放到现在4个月了 还在三四十之间徘徊 就是包含刚刚讲到几个因素 首先就是我们在政策上面 中港澳就是还没有开放 现在全世界几乎都是都解封了 那你中港澳这个 中国应该是在1月8号 他们也算是算是解封了 但是目前为止 我们台湾目前是这个中港澳的旅客 是是没有开放来台的 那那后来的话是我们有追加 是开放香港的客人 可以用团客来入境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香港旅客来台湾 其实他们最喜欢的是自由行 所以团客基本上还不是主力 所以等于是这一部分的算是能量 其实还没有真的释放 那其中港澳过去 在我们台湾的观望客里面 它占的占比是超过四成的 所以这个为开放 对于我们的整个量能影响是很大 那另外小三通的话就是 也仅限这个涉及在金马的这个居民 跟陆配 那这个题也不是主力 所以这一次的 日半这个小三通的恢复 大概只有几千人来参加而已 可是过去走小三通的这个人数 是可能是可以破百万的 这落差是很大 那在国际恢复上面 现在这个整个在恢复 那我们观察到就是说 它在这个价格跟品质上面 目前都还没有办 让大家都满力 普遍就是觉得这个价格是偏高的 那这个理解方式大概就是说 因为过去的整个量能大 量能大就比较有助于它的价格 是这个成本可以降低 所以过去是比较平均 现在是比较贵 那品质的话 因为是在一个恢复的过程中 所以很多员工可能陆续回来 但是他们对于这个 甚至有的员工可能是新潮的 所以他们对怎样来做服务 然后事实上还是没有那么熟悉 那很多东西如果输入的话 还可能造成一些相关的影响 就像半清这种事情 现在都有一些新的规定 这个会造成影响 那我们过去 因为疫情比原预期的还要久 所以很多旅行社员工 其实还没有归队 归队的可能也可能还不熟悉 旅馆就是有缺工的问题 所以包括媒体报导 很多总经理都还自己 去做整房的动作 这个都是 那台湾这一端的话 就是我们也是很谨慎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口罩还没有解封 那像我现在人在越南 越南就很好 越南他们因为已经爆发的早 所以他们几乎已经走过这过程 所以现在已经不要求要戴口罩了 老师我想请教你 因为我现在其实还是室内要戴口罩 不戴口罩真的很舒服 这种真的是自由的感觉 好 恭喜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访问的是 静怡大学观光事业学系的副教授 黄正聪 我们请黄老师为大家来解说 其实从旅游的观点来看 疫情前 疫情后真的是差别很大 当然我们也很希望 可以赶快来恢复旧观 那今年的趋势 其实会有哪些个变化 老师这个因为常年 我们几乎常常接到您散来的讯息 就是从数据上也好了 或者说一些线上来看 您觉得今年台湾的观光市场 会有哪些变化 OK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 有哪些因素导致说 我们的这个四个月来的飞物率 就是还不尽理想 但是从现在往后来展望的话 其实有很多讯息 都是呈现就是算乐观的方向 那我想首先的话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中港澳 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那因为中国的整个疫情解锋 是比较慢的 但是它的步骤步调很快 所以他们已经在1月8号 就是出入境是不用隔离的 那甚至在今天开始 就是对港澳来讲 他们连这个PCR也不用再做检查了 不用提供两片的PCR 这点是不隔离 但是要提供PCR 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成本 可是现在进一步连PCR都不用了 那也有讯息提到就是说 可能在3月份中国大陆就会开放这个 他们的旅行车可以组团出国 出境 现在是可以出境 但是是个人有 但是之后他就要开放旅行车可以组团出游 那这个整个动能就被失望出来 那因为中国的这个人数很多 所以他的整个出游会带动整个周边这些国家 的整个算是旅游的动能 都会跟着被带动出来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注意到包括美国跟日本 也都放出讯息说 他们大概预计在算是三个月之后 他们就要对这个疫情来降级 那这是很指标性的 就是一旦如果开始降级之后 那可能大家就不会再有那么多顾虑 所以这些指标大家都显示说 可能在今年应该算是旅游产业会快速恢复的一个年度 好 那当然老师您的看法是乐观的 那问题是这三年来 其实业者们真的是苦哈哈 那面对接下来的这个趋势既然是乐观的 那官方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业者也好 当然旅行业者了旅馆业者也好 他又该做好哪些准备才能迎接接下来的复苏的挑战 OK 那就是当我们政府对于整个的这局势 也都市民进在观察的 那也会配合去做这相关的一个政策的拟定 所以目前这个观察局他们的在今年度的目标是达到600万的光客 那这里面还包含其中有100万是路客 那我们看到这个有路客的数字 当然就感到欣慰 表示说这个两岸之间 我们还是有这个目标在努力的 那大家可能要理解就是说 这所谓的年度600万 可能会什么情形 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本来是在三四十%在排回嘛 所以可能在这个 这个假设我们现在的这个一月份是40% 那走到年底可能会务率是80% 那这样平均起来就是 可能就是五六十%左右 那这就是观察局的600万 我们现在一个月可能就只有30万的旅客入境而已 那慢慢会变成40% 50% 60% 70% 80% 这样最后累积起来才会有600万 所以表示说我们今年应该是这个恢复率 入境恢复率会从40%慢慢称少到80% 所以到年底就会变成是相当蓬勃的一个状况 那前面看到这个观光局的这个 这个大陆人数变100万 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大陆有恢复的 但是它大概比其他地区是略晚的 那以前我们台湾对大陆的观光的占比 观客成年占比高达43% 是很高的 那在疫情前大概是25% 那如果说这一次如果今年的目标这样达成的话 大概路客大概只占17%而已啦 所以这个板块是有在动的 那刚刚制品关心的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年度目标 我们在官方跟这个业者间 大概分别有哪些事情要努力 那我想首先就是说 官方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的整个算是政策 要明朗比如说我们东港澳 还不能入境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把这些相关的限制都尽量来解除 那解除之后各国都要抢光客 所以我们得要做行销 有力的行销 比如说香港送50张机票 给这个各国的这个游客 哇这个大陆比啊 然后我们又看到阿门也跟进 阿门也跟进 然后官方产业反映说缺工啊 真的是缺工啊 那是不是政府要想办法来帮忙解决 那最近的讯息是说 这个政府有打算就是帮忙补贴员工薪资 让官方产业找到好到这个人权 可是官方产业希望说 是不是能开放外劳 可以来帮忙做整房这些工作 那同样的业者这一端 也是要积极的 因为我们跟全世界做竞争了 所以第一个当然要邀请我们过去这些员工 来回笼 把员工传回来 然后他们回来之后还要给他训练 让他熟悉 然后要做出好的服务品质 让游客他们有感受 然后再回流这样子 原来如此 哇这个当然这个要怎么样做 我相信这个业者有很多的意见 而且官方目前也都在听取大家的建议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真的要请黄老师为我们多来关注 之后如果有更新的这些进展趋势的话 我们再来跟黄老师连线 请黄老师告诉我们 谢谢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篇非常荣幸 能够特别 我特别要强调一下 我们连访的这个对象 连线的对象是 静怡大学观光事业学系的副教授 黄正聪 但黄老师目前正在越南考察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感谢 老师这么早就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老师 谢谢 OK 好 谢谢